好 在今晚跨年之后呢 明天早上有升旗典礼 那么在总统府前的升旗 特别准备了9999条的国旗围巾 要送给大家 当然很多人非常期待 一定要去拿一条回来 不过今天下午现在传出了 恐怕拿不到 因为这个生产线出了状况 目前还短少了有5000条 会来不及送到 而亲上会表示呢 这9999条这个数字不会黄牛 一定会发足 如果到时候没有拿到的话 可以先领兑换券 在1月25号之前 再前往领取 2009年元旦第一次推出国旗围巾 让大家经验抢着收藏 2010年元旦决定加码到 9999条大发送 图样设计也在更新 让大家好期待 不过就在跨年夜 却传出国旗围巾短缺5000条 主要是我几起拍 几起拍是吗 对啊 你在现在里面几起拍几台 我们现在已经有拍 三台期待了 三四台 我台湖已经都在修理了 我已经找到南国旗围巾 严前的国旗围巾订单就要开天窗 工厂老板也可懊恼 但是因为今年的围巾长度变长 车工以及设计也比较复杂 数量跟一下子增加到9999条 厂方把机器增值速度调快 10条生产线一起作业 想不到一夜之间 生产线却坏了4条 弄得很麻烦 所以你们现在就是 另外六台生产的还是会送到台北区就对了 我今天跟班里 我就送去台北 眼看时间已经来不及 生产线还没修好 确定是没办法做好全部的国旗围巾了 清创会紧急应变 元旦当天现场还是会有 4999条的国旗围巾 可以先发送 之后则是发放兑换券 民众可以在1月11号到25号这一段时间到清创会领取 虽然国旗围巾部分会迟大 不过包括面膜等小礼品还是会照样发送 也只能请民众就不要太计较了 终于新闻台中台北综合报导